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这一集比较特别 关于井仔怎么看这个频道 在这两天到40,000订阅 首先很感谢各位观众 所以今集全集用来分享 本身我没有想着刻意去提这件事 只不过都见到有很多观众 在不同的影片都有去恭贺井仔 所以就藉着这个机会去和各位聊聊 对上次好像这样聊聊的模式 应该是农历初一即一月尾和大家拜年的时候 现在就叫做时间两个月 都适合再来做一次的小总结 今集都会讲下一些我自己对未来的期望 以及一些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为新年那集那时候就农历新年 就不要说那么多负面东西 但是今天这一集就不介意去说的 有些观众都可能担心过我去说了 喂不是呀井仔 现在的KOL很多 又或者就是说 开始看议人数越来越少了 不是你拍得不好啊 是说越来越少观众想去听这些时政的内容 井仔你将来怎么看的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看的 还有大家有留意到的话 井仔近日都尝试去拍很多 又不是说很多 总之就是不同类型的影片去给大家看 都叫做和大家分享一下幕后花水 还有就是说 究竟背后为了这条片又做了什么努力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大家记得留言订阅 赞好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回应了那条在大湾区 吃肉夹膜坐云巴那条片 有很多观众跟我说 收音不好 镜头好震 其实我全部都知道 本身段片的声音 我自己都知道糟糕了 我那时候自己剪片的时候 在后台已经收拾过段声 另外我也请了个高人 去帮我收拾一收拾 只是收拾段声 但是就算是怎么收拾也好 最后都是有点懒懒的状况 所以我自己现在都在淘宝那里 看有没有那些大概 因为我价格不高 大概二三百元人民币的无线麦 因为无论是不是上大湾区也好 我觉得我将来都会有机会在外面拍摄的 还有可能例如说 麦我随身代定的 将来有什么突发情况 拿起手机 拿起麦子 加上我的脚架 冲出去就是了 音质那方面会承诺 就是一定会买器材去改善 就是好像大家今天看《神早新闻》 都见到 我的镜头又清了很多 那镜头其实不算太贵 都是大概二百多人民币左右 所以我都希望继续在同价位 可以买到其他不同的设备 接着有观众跟我说 就是说 哇井仔你这条片好震啊 这一样东西对我来说 就惊一是掌一致 我其实就有两部手机 一部就比较便宜 一部就叫做没有那么便宜 就是三好像二千五元左右 贵那部来说 我发现两部同样都是小米手机 但其中一部 是有影片防震功能的 但我之后才知道 然后再特别的情况就是 原来在我用开的影片剪接的程式 本身都有个叫做影片防震功能 如果我有开到那个功能的话 段片是可以没那么震的 但是出到影片之后 去到观众反映 接着我尝试去找方法解决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我一早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 在错误当中学习 等将来再有机会去拍类似影片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么多脱漏 而且都看到 观众们都似乎挺喜欢那段片 因为我自己刚才看到 有9000的观看数 希望将来就可以去到1万 还有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都希望可以在内地的时间长一点 不过我自己因为时间调动的问题 暂时很难做到 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就倾向工作狂的 例如说我回了内地的时候 我会提早一天 在凌晨12点去拍多一条片 接着在那天的下午去播放 坚持一天三片的 但是如果你要我过夜的话 那第二天的晨早新闻又怎么去做呢 由于我自己就未解决到 即是如何在其他地方 不一定在内地的 例如说 如何在其他地方去拍早新闻 那些 因为所有问题都未处理 所以就暂时都不想过夜的问题 又或者等到迟些 我装备更加精良 和解决了科技问题的时候 就有信心可以去过夜 由于不能过夜 所以很多时候回到内地的行程 其实就不够尽兴兴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六七个小时 你还要帮交通时间 琴琴琴就要回到香港 好了 接着就去到说一下 有些观众可能都会担心井仔 就是说 井仔 其实看你的人数 对比起其他人来说 你少很多 再加上 现在个个都被人限流 井仔 你想着将来怎么办 是不是想着27岁开麦 说到他65岁 这个问题很现实的 国外会有担心 其实我也有担心 不过太过长远 你说要去想到 未来65岁是怎样的 这个其实就没得说的 因为很多时候 都会随着整个 时政的局势不同 而有所改变 未来几年是怎样的 香港的局势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的 当然整体一定是向好 但是对于KOL 是一个机遇 还是一个挑战 暂时就还未知道的 不过你说 就这样说 今年的趋势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KOL 正常人的KOL 就说他们开始要减产 又或者有些人 虽然他没有开口说的 但是你都会见到 他的产量 他的频率少了 甚至乎有些 是几个月都已经没有见过人 但是我会不会消失呢? 如果我一旦消失的话 可能我会遇到某些意外 又或者 井仔终于被黄人 反击 如果不是的话 我绝对不会轻易消失的 对于其他人来说 都是以正常KOL为主 他们有各自自己的公职 例如立法会的事务 又或者 大家都知道 半年后 就是区议会选举 有很多KOL 一旦他们做了区议员 之后 其实就很难去兼顾到拍片 还有 如果你身为 无论立法会议员也好 区议员也好 你都还是继续坚持 一定比较密的频率去拍片的话 其实都会受到很多 例如说 当区的居民 又或者一些选民 去批评去指责就是说 你还拍片 我怎样有信心就是说 确保你会全心去投入你的工作呢 所以对于其他KOL本身来说 KOL是他们的兼职 他们本身是有其他正职的 当时就因为社会原因而令到他们去做KOL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是有两方面的选择 既然现在 暂时KOL这条路不顺 YouTube打压 观众少了很多 他们就会选择在其他路上发展 或者叫做去回他们原有的人生道路发展 但是呢 我就不同了 因为在镜头面前 我不敢说一个大话都没有说过 但是我应该是极少说大话的 我的过去基本上和大家说过 全部都是真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暂时就只剩一条路 继续拍片 虽然没错 观众、流量、观看数是少了的 但是如果相应 反过来看的话 其实竞争亦是少了的 由于今次我就不是说坏东西 所以就开名和大家说了 假设 新潮民如果一天拍三条片 陈永恩一天拍三条片 华记有一天四五条片 肥仔杰有一天三四条片 那我怎样和他们斗呢 各位观众有得选择都可能会说 那当然先看新潮民 对不对 但是他们各自新潮民除外 其他人就因为各自他们的公职 选择服务社会 少了去拍片 变相是令到我的生存空间 是多了 所以在七锤八扣的状况之下 其实都还可以的 唯有继续努力 去进修 去进展一下自己的说话魅力 最重要的是 如果自己的分析能力好些 又或者历史的墨水好些 那就更加吸引人了 因为对我来说 我现在是找到一件事 我做得到 和暂时都叫做做得好 还有就是做得开心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这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 就算你说 可能拍片的收入 暂时没那么可观 都不重要的 因为毕竟有时候 都会有观众的掃描二维码去支持 所以YouTube有一件 然后观众捐款有一件 都勉强可以 还可以的 不需要太过担心 虽然收入不多 但最重要的是做得开心 还有我以前都叫做 大家都知道我什么行业的人 有时候又会去受人气 受病人气 然后也有很多 三姑六婆的人事关系 还有最重要的是 崖坚底野又要轮班 现在如果我自己不贪玩的话 其实每天是可以睡到八个小时 准时八点起床 不过对我来说 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假放 但是放不放假 这些其实就是看自己的 你又可以说 井仔贪钱 贪心 又可以说我勤力的 所以为什么我就是说 星期六日我都不放过呢 因为我自己 除非我有其他事情做 如果不是你叫我不拍片 走去放假的话 其实我个心是会很拖拖的 即是 就算是休息也好 你都会觉得 是有种罪咎感 有种内疚感在 还有之前 经常都和各位观众说 就是说 其实你每拍一条片 都是一个新的机会 条片未播出 你怎知道条片多人看 还是少人看 所以每次拍片 就等于每次都是 买六合彩开奖的机会 虽然呢 整天都是一个字都不中的 但是 例如说 之前那个什么关锤 要那条片 那就四万多人看 接着 最近的 那个说 好像曾志偉 无线电视那条片 砰 一声又有三万多人看 这些就等于 好幸好 中了一个六合彩 中了三个字 中了四个字 这样 这些 总之就是 维琴事案 虽然呢 出多些片是有好处的 但是呢 我都不想粗制濫造 所以呢 我出些片 除了《神早新闻》之外 我全部都是有打稿的 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 哇 你讲话这么流畅的 那当然不是啦 哪里有人可以 连续讲半个钟头 不断气 不换气 不漏口的 其实我自己都常常漏口的 不过呢 很多时候就是 有软件的帮手 就可以帮手去做剪接 还有呢 有打稿的话呢 我跟着你自己讲些字去读的话呢 就相对流畅些 还有说话呢 会有铺牌 亦都会有些资讯 就不是说变成呢 好像和大家吹嘴那样 哇 这个话好衰喔 哇 即是不会轮得去到废话之際 还有呢 分享多一点点 因为当是聊聊天 大家朋友那样 有个比较古怪的状况就是 我们拍片的人呢 我们有个Apps的 叫做YouTube Studio 大家都有的 不是什么秘密来的 其实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 自己的观众 同时都会有看 哪十个频道居多的 在这段时间 即是今个月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受到 蔡天梵事件影响呢 我以前打开那个栏目去看 我就看到了 我有看我的观众 同时也有看的十个频道 除了猴子之外 九个都是男的 九个都是正常人 但是我今天打开来看 我就发现了 哇 数据乱七八糟 过往十个频道里面 现在只剩三个正常人KOL 分别是新潮文 屈基TV 和陈永恩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黄的 结果呢 就搞到我觉得很奇怪了 究竟是不是 咦 多了很多黄的观众过来看我呢 但是正常又不合理的嘛 大家都会留意到 有些东西可以骂到那些黄人的 其实我就没有客气的 除了粗口不说之外 有得骂的地方我都有骂 而且我也不会说 为了去就着黄人 而刻意去阿瑜奉承 就说 可能黄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难处 大家就要和平一点 我都没有说过类似说话 但是为什么 有这么多观众 又有看我的同事 又有看七个黄的频道呢 令到我觉得很奇怪 不过 心里面都猜到有少少原因 一来就是正常人的KOL 少了很多拍片 因为大家留意到 正常人是多了人选择退下火线 但是黄那班 就算是在这个限流的逆境当中 没有人选择退下火线 所以形成到整个网上世界 YouTube的风气 就可以说 其实你要说好香港故事 你要说好中国故事 是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和你并肩作战的战友 又或者同类型的人士 他们都纷纷选择退下来 结果市面剩下的 就是唱衰中国故事那班人 还有我的频道 就是每个人的频道不同 我的频道就是说 当我特别去说好中国故事题目的时候 是一定不被推荐的那些影片 就是好像之前 习主席就成功连任 都说了好几集的 但其实那几集呢 做的功课特别多 但是观看数就特别少 还有以现在的事情来说 好像赛省长 和马英九 或过来 又说参观 又说参拜 又说演讲 那些 其实这些绝对是一个话题 可以去说的 但是呢 这些是少数的影片 我知道呢 我一旦选择去说 观看数一定差的话呢 所以有时候 确实是会令到我却步的 还有呢 你说国际时事的话 你一定要有墨水说才好听 如果不是呢 就沦落了成为那些 枯浅之辈 那我都知道就是 最缺密水啦 有时候就 确实说 搞到说得很枯浅 所以通常国际时事呢 都是找了赵教授 由他去说 我做法文 看看问不问到 一些精辟的问题呢 就是这样 我觉得反而会更加好 还有大家留意到呢 我和赵教授的影片 往往就是叫做 第四段影片的 那代表了呢 我会选择去说 国际时事呢 但是我就不遇 国际时事的影片 会成为我收入来源的 因为有细心的观众 可以留意到 我知道的 我平时井仔点 看神早新闻 我插很多广告的 因为这个呢 真的要交租 要吃饭 很多的原因 但是呢 跟教授一起的影片 我没有插广告 我有 但是呢 我插广告的频率 是少了近一半的 就是我抽起了一半的 我知道呢 即是国际时事的 营养量量多些 而且找到赵教授 哇 你找到一个律师来说话 是不是 那无谓呢 就阻止各位观感 因为呢 其实加不加都好 其实钱都差不多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如加少些 让各位观众 看得舒服些 更加好 另外呢 继续讲一下 YouTube的流量机制 我发现呢 现在YouTube 越是有营养的 越是不会推给人的 其他人的频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频道就是这样 接着往往呢 我将那些标题 又或者那集的内容 越是类近一些狗仔队 那些什么 勁爆一周 一周时事 那些 反而就是 他会愿意推给更多的观众 结果呢 有时候呢 哎 我都很糾结 究竟在我想说的东西 和收入上 如何去衡量呢 我昨天也做了一个协调 例如说 昨天去港业 刘淑仪2元 乘车优惠 我特意在前面 打算夹多一宗八卦的新闻 打算去溝谈它 打算去骗一下 骗一下 YouTube的电脑机制 但是到了最后 似乎 AI比我想像中更加聪明 那就骗不到它 说正经事的新闻 就是预料会少人看的 也都很容易理解 为何蔡天梵事件 是会那么受YouTube称赖的 因为第一 够了军洞 就是一个这么 骗人听闻的事件 以及就是说 去挖别人的私隐 去了解别人的父母 是什么身世 去了解 是不是黑钱 小朋友是怎么怎么 那些 完全是满足到娱乐新闻必备的所有要素 所以为什么呢 就算这件事都差不多两个月了 但是只要你肯说 你标题有落的话 都已经是确保了一定的流量 但是其实这件事 有时候会令到一些有心去说 有营养事情 或者真的跟你分析时政的人 是小不免会令到有点沮丧 因为原来你好像三姑六婆 不用脑说话的 就反而是多劳多得的 但是你很用心去说话的时候 反而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 我都在摸索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好了 接着再说一下一些 未来的憧憬 又或者未来我想怎样 如果我的话 如果条件和情况许可的话 可以的 我都希望可以多些走出去拍片 但是其实走出去拍片的代价 对我来说都不小的 例如我在大湾区吃饭那段片 虽然这段片子很简陋 但是我去剪 其实我已经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还要说没有任何特效 如果像其他人 西多士那些那么专业 有不同镜头 这个镜头就移动到美食那里 我剪二十个小时都没得到 对吧 我只是用来后制 就用了一个小时 你还有其他标题 封面图 上载 上载 那些东西 总之所有东西 加上应该是 搞了我 我想两个半小时左右 但是这里 只是后期处理 已经用了两个半小时 但是我平时拍一段 井仔怎么看 我又找资料 打稿 录音 出片 我都是用三个小时左右 那你就想一下 工作量是相差多远 你在大湾区那条片 你就看到我三十分钟的内容 但实际上 我经历了最少八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所以才会有这一段三十分钟的影片 那大家就会明白了 就算你说我那段影片 是九千观看数也好 但其实那个收入 那个收益 和那个付出 是绝对不成正比的 所以对我来说 你要走出去拍片 你要付出的时间 精力 那个心机 比起我现在坐在那里拍片 那个跨 那个新奴程度 不夸张地说 其实是多十倍有过之言无不及的 但是 就算代价那么大 也好 那将来有机会 或者这样说 那样东西要是有意义的 我就上去拍 但如果你说单纯 可能没有目的 就这样吃喝玩乐的话 我就未必会 因为那次最想是上去搭搭搭 因为这个 是一个新科技 和叫做去了解一下 内地的铁路网络 和叫做知道一下 原来上去年堂那里 我那时候搭就20元了 我搭完之后 不够一个星期 你就跟我加价去到30元了 搞到又要即时改资料了 但是就算30元也好 其实九龙堂30元 上到年堂 都是一件 叫做价廉物美的30元 因为你一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你就直接 整个车就直接到 最重要是省时间 和不用等那么多 总之就出去拍片就想 不过有时候真的太难了 因为我除了拍片之外 我都有自己生活的 你洗衣煮饭 其他家头细毛 那些都要做 有时候一个人 时间和精力有限 另外 除了我自己希望多些走出去 不一定是去大湾区 例如说香港里面有些什么 值得拍的话 都可以去拍 希望可以多些去和其他人合作 因为大家有留意到 这两年 真真正正 叫做有和我合作过拍片的 其实就是赵教授和MM 一起做节目 和MM回到内地 接着就是轮到《论进香港》 说到《论进香港》 我都差不多在那里 没有出现接近一年 有观众也有问过我 就是说 为什么你不在《论进香港》 那里出现 是不是有什么事 是不是有什么内幕 其实原因 刚才都间接交代了 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我开始小去论进香港那边的时候 其实正正就是我 开始一日三片 做了《神早新闻》的时候 因为我说一说 我平时的行程给大家听 大家就会明白 我不去论进香港 是真的有我的原因的 第一 你早上八点起床 然后用个半钟头 擦洗面 然后再去拍片 录片 录片 出片 搞定所有东西 接着有两三个小时空荡时间 但是你要吃早餐 又要处理家 其他小小家头细务 接着到中午的时候 就拍片 我通常拍一条片 就用三个小时空荡 因为要打稿 你不打稿的话 就可以一个小时出到片 不过那条片的内容 通常都是垃圾 接着我打稿 又要找资料 六个小时出了两条片 接着通常 晚上七点回到家吃饭 吃完饭 吃饭用半个小时很合理 如果我去论进香港那边拍片 你又要计算交通时间 接着拍完 回到家洗澡 已经十一点半十二点 已经要睡觉了 对于这些完全零私人时间 和永续工作 对我来说是接受不了 我自己的工作心态就是 如非必要 不要把自己踩到那么极限 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 井仔 什么死肺 清不熬得 一两天扯一点 一两天辛苦一点又怎样呢 以前我叔叔也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但是对于一般打工仔而言 大家可能有时候 我非常努力 我这天回了十五个小时之后 你可能明天有假期放 你后天有假期放 所以你不介意一两天辛苦一点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永远没有假期的 所以每天是必须要预留一点点时间 去让自己进行休息和调整心态 因为你每天都要工作 你永远没有休息的话 其实你要去忙里偷闲 选择休息 这个都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 如果你是连续七天 或者这样说 你试想像一下 如果我整年都是这样 去做事的话 你不要说一年 可能两三个礼拜 就已经会出现 心态崩溃的状况 我自己在以前 还没拍片的时候 都经历过一段 高强度的工作日子 所以我都比较了解 适当的休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除非那件事是超级重要 又或者这样说 很现实的 报酬极度可观 如果不是 就是没有可能 将自己的精力 扎干扎正 有时候我预留了出来 空闲的时间 又不是完全拿来休息 例如说 家里坏了水喉 我要去学习 上网看片去 然后又要上网去买 那些 然后又要下手去换 如果你真的连一丁点的空余时间 都不留给自己做一手准备的话 去到家里 不要说出了事 有点点事 要我帮 又或者有些朋友 要空湖救急的时候 没有了 你一个人就这样玩完 你可能会夹在压力中间 就会崩溃的了 所以绝对就不是基于 井仔讲得太多叶流淑宜 所以就不让上去轮盡香港 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我和家里和其他主持关系 都是不错的 绝对有办法谈 不过就因为真的我个人原因 所以暂时就 时间设计上面就难以抽身了 那都再次多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因为大家能够走到来这一步 都不容易 因为我自己都知道 因为都经历过 和不同观众来来合合的时间 就是这样 有时候有些观众 就有段时间 大家可能都聊得比较开心 但可能随着之后的日子 可能他因为工作繁忙 又或者是因为 我现在对时政没有兴趣了 都不看井仔了 搞到 双方会去聊天的时间就少了 甚至乎就是说 别人都说 我都不想聊那么多了 那么 所以现在每一个观众 都是得来不易的 还有我自己都要去适应这一件事 因为要知道 其实一档最热门的节目 有时候都未必是可以 困住一个人的心 叫做半年那么多 可能你现在喜欢看井仔 你下个月都会继续看 但半年之后 这一件事就未必的 所以大家都要珍惜 能够相遇的缘分 当然 有时候我知道 有些观众 我直接和他吃过饭 大家见过 但是之后 开始冷淡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 都会有些失落 但是 没办法 人与人之间 不要说井仔和观众之间 可能以前过往的成长历程 可能和更多的朋友 都会经历过这一段时间 所以 大家离离合合 这些就没办法 真是唯有乐观点去面对 还有 希望自己继续做得更加好 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还有 希望到时 半年之后 有些观众 可能重新再看回井仔 见到井仔又进步了 那就会继续再去看 总之 继续努力 因为 其实都挺开心 特别是 对比起以前那种 极度绝望的日子 现在是说 你有努力 就会有回报的日子 其实对我来说 简直是天堂 继续努力 我初步估计 下次 如无意外 下次再这样 和大家聊天 应该是7月27日 应该就是 我到时生日的时候 再和大家聊天 好了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了 明天早上再见 是这样 拜拜